在1940年11月27号 有个青年他出生在美国三藩市 英文名字叫布鲁斯利 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演员 他从小就有跑龙套的机会 就是做群众角色的机会 于是他产生了想当一名演员的梦想 可是由于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父亲就让他拜师学武来强生健体 在1961年他考虑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主修哲学 后来他像所有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当一名演员的梦想 有一天他也与一位朋友谈到梦想的时候 随手拿起了一张小纸条 写上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我布鲁斯利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巨星 作为回报 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 最具震撼力的演出 从1970年开始 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到1980年 我将会拥有一千万的美元的财富 那时候我与家人将会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 当他写下这张便条的时候 他的生活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 不难想象 如果这张便条被别人看到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哈哈大笑 然而他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为实现梦想 他克服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困难 比如他曾经挤住神经受伤 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不能动 但是后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在1971年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微笑 他主演的唐山大凶 金武门朦胧过江 竟刷新了香港的票房记录 在1972年 他主演了香港家和公司和美国华纳集团合作的 龙争虎斗这部电影 成为一名国际巨星 被誉为功夫之王 在1998年 美国时代周刊 把他评为二十世纪最英雄偶像之一 他是唯一路选的华人 他就是李小龙 一个迄今未知在世界上 享有最高信誉的华人民星 后来他签的这张辩纸 被一位收藏家以两亿九千万美元的高价买走 当时还有两千份合法复印的副本 也被抢购一空 拍卖会的主持人当时激动地大叫 哎呀 这张变迁啊 就是可能你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要有信心 要有目标 要活着 有意象 一个人精进自会快乐 知足就能常乐 事业先苦后乐 人生自得其乐 精神充满欢乐 岁月随缘就乐